台北市的建国中学建出现海沙屋 一员痛批是不顾师生安全 而且呢这还只是全台北市的一个案例 从十年前就已经查出了700多件校舍需要改善 但到现在还有113栋没有完成补墙 学生就在围楼里面上课相当危险 刚进外漏水泥剥落 这里是台北市的建国中学校舍年龄34岁 但他老旧斑驳的原因 还有他是海沙屋 问题最大的就是他从外表是看不出问题的 因为氯离子过高的状况 他其实是用了时间过久之后 他整个混凝土会掉下来 校园内出现围楼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 这栋自强楼还是学生密集使用的教室 如果发生地震 雪泥快掉落 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我们全校有3000多位学生 我们的校舍的使用的一个 可以转环的一个空间确实不太够 所以我们目前只能依分析分动的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在教育局指导下来执行 老旧的校舍太多 修补工程浩大 经费有限 也只能无奈轮流修理 但是其实全台北市校园围楼可不少 从2005年已经调查出785栋需要补墙建筑 至今10年了 还有123栋校舍没有动静 我们对照教育局给我们的资料之后 我们发现还有很多的黑数 也就是有些校舍应答拆除标准 而教育局不作为 104年我总共编了52亿来做补墙工程 所以并没有说没有做补墙 教育局澄清校舍修缮工程一直有在进行 但是怎么快点全数改善 让老师学生不要再胆战心惊的上课 不是一句已经在做了可以解决 一人TV前子民黄晨台北报道